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問一下姜醫師 要火就要動 其實台灣這幾年 健身 活動 運動的風氣 都越來越興盛 活動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一方面可以強化肌肉 骨骼 血液循環 另外一方面 確實從科學上來講 它也降低了死亡跟疾病的風險 沒錯 其實大家很忽視 這個活動的重要性 我一個病人36歲 做到高階主管的 然後突然間就血壓高起來 來看門診 那我就想說36歲高血壓 你爸爸媽媽有沒有高血壓 都沒有 那你說為什麼變動 他說 哇 他發奮徒強 繼續的 已經做到高階主管了 繼續考博士班 然後被錄取了 然後就開始讀博士班 因為蠟燭兩頭燒 上班一樣要上 然後博士班公開要修 聽說他老師算是比較嚴厲一點 可能不是某些老師那樣子 所以他就很辛苦 血壓就真的節節升高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有兩個選擇 你要不要任命 你準備開始吃一輩子血壓藥 要不要就是說 你把你的壓力降下來 那他上了博士班 另外一個生活 所以知道變動是什麼 因為太忙了 所以他把運動也丟掉了 他本來每天早上都有去運動的 後來忙到沒有去運動 我說你降低你的壓力 恢復你的運動 也許我們有機會把血壓降下來 看看是不是不用吃藥 結果他後來回去想了一個禮拜之後 切心就是把博士班秀學掉 然後就開始運動 然後下個月來 你看他的血壓紀錄本 基本上都是一百三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吃半顆藥 就解決掉他的血壓的問題 那滿好的 所以運動不足的危害 除了大家知道的肥胖之外 其實癌症也是運動不足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死亡原因 另外部分就上我們的心血感疾病 腦中風 骨質疏中症 糖尿病 高血壓 剛才講過的 還有這上面沒有列到的 阿茲含末症 運動少的人比較容易阿茲含末症 所以真的活著就要動 你不動的話很快就要過床了 而且江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骨頭跟關節的保養 其實還是可以從飲食跟生活習慣來調整 那飲食的過程 就是有一些營養素跟抗發炎的 這個食材的 長期穩定的攝取也是很重要 沒錯 其實病人 像我們腎上科病人因為年紀大 所以他很多人就關節都有問題 我記得有一個才五十幾歲的女孩子 她本身就是那個關節腫脹很厲害 當我的門診 當著我的面臨抱怨 說她在某醫學中心看那個骨骼醫師 叫她吃維生素D跟鈣 結果她關節吃了半天還是很腫脹 我就跟她委婉地跟她表示說 我認為你大概聽錯了 骨骼醫師我也搞不清楚了 維生素D跟鈣這就要是補骨頭了 那關節的成分它的構造很複雜 它其實需要很多東西 譬如說它需要什麼軟骨素 它需要其他一堆東西 所以你注意看市民上很多保護關節的東西 大概不是只有維生素D跟鈣 那我剛才講說你這樣子 你這個關節腫成那麼大 你第一個事情你要戒掉金字糖 金字糖會惡化這個關節炎 然後我叫它用 粗紮卡雷烏抹這個關節 那我剛才講說 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你保護你的關節 尤其是像膠原蛋白 軟骨素 這個東西在天然食物裡面其實蠻多的 所以像你的貝類 海帶 木耳 豬耳朵 雞的軟骨 雞的軟骨他們吃一吃 大家都把它丟掉 很多人都不吃雞的軟骨 其實你把它咬 吃下去也有幫助 那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從奇異果 柳橙 這些很常見的食物 還有生物類防通的東西 像綠茶 全骨類 還有魚類 像剛才吃的魚 青魚 鮭魚 這個都Omega-3可以抑制發炎反應 那還有維他命C的東西 不管是苦瓜 你的水果等等的 還有有機硫化物的 譬如說食字花科的食物 甲殼類的動物等等的 最後含鈣質的食物 也會有幫助 所以其實像 所以這個是全營養 不是單一項目 對 它一定要先有骨頭 把骨頭搞定 可是骨頭搞定之外 你還會需要其他的東西 那才能把這個關節顧好 那我這個病人聽我的話之後 去改變他的飲食 把糖戒掉 然後我叫他每天運動到3000步以內 因為低度的運動可以抗發炎 強度的運動會增加發炎 所以我叫他說做低度的運動 結果人家兩個月之內 那個關節腫就比較消掉 而且不再怎麼發作 那我請教江醫師 這個人到一定程度 關節不好除了退化之外 好像跟體重有關 特別是比較胖的人 他的關節真的負擔就比較大 沒錯 像我門等一個病人 那一百四十五公斤 那其實也沒有很高 大概就是一百七十幾公分的高度 那兩個關節就腫得很厲害 那腫度都困難 他一直跟我解釋說 他是來拿那個痛風的藥的 他說人家都開痛風藥給他吃就會好 我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還就給他抽個尿酸 結果人家胖是胖 尿酸多少 五點二 那五點二怎麼可能痛風發作呢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大概不是痛風發作 你的關節大概承受不了你的體重 因為根據波斯頓大學公衛院 他們根據美國健康與營養調查 的這個一組的數據 總共調查了一萬三千個 四十到六十九歲的 這個中老年人 那追蹤的十年 這中間有三千多個人 後來發生關節炎 那你發現這個關節炎 本身的發生跟體重很有關係 把體重降下來 會去掉四十六%的關節炎 那比較是減肥很划算 對 其實減肥 對這些病人的關節控制 因為即使人的這個關節的設計 不是用來承受那麼高的重量 而且我這個病人 他比較吃虧一點 他不是從小胖 你知道嗎 他是三十幾歲才胖起來 那那個三幾歲 那個骨頭的密度什麼 大概都已經固定了 那你突然就胖起來 你就承受不了 那你看看有些人 他很胖 可是關節都沒問題 因為他是小時候胖起來的 小時候他胖起來的時候 他的關節 從小練過 對 從小練過 關節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的關節構造 跟骨頭的構造 也比較強健 而且我覺得骨架大的人 也是有好處 對 我小時候很討厭我骨架大 你知道那個我們瘦到皮包骨的 都比那種骨架小的看起來胖 上進很吃虧 我現在因為年紀開始變大 開始理解到骨架大的好處 真的比較有力 而且那個跟肌肉一樣 骨頭跟肌肉一樣 就跟SRC的房子比較有力 不一樣 所以堆底後真的是有差 像他這個後來才胖的 真的是受不了那個體重 那你把它降下來之後 人家這個關節就不太發作了 真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 人體最後支撐 其實是骨頭 關節 肌肉 這個才是大的核心 這個大的核心 還是我剛剛講的概念 SRC的房子 你SRC的房子就是比較耐症